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辦了十年 已經成為桃園的藝術品牌 我當時推動地景藝術節 提出幾個大的追求方向 就是地方覺醒 第二個是社區風動 第三叫做藝術打樁 我們特別選定的藝術家們 都是能夠用藝術來呈現一個主題 一個環境 一個文化 所以這個藝術打樁 讓藝術接近每個人 去年沒能來桃園地景藝術節的民眾 今年2022年走過路過 絕對不能再錯過 這次活動以穿行脈動作為活動主題 將桃園母親和大漢溪 作為藝術創作的核心 重現北台灣產業的發展脈絡 傳承桃園獨有的文化價值 所以我們特別選擇在大溪 以大漢溪的左右兩岸 來設置一些裝置藝術 那也因為特別的說這兩岸之間 有很多的這個原住民部落的人 來到這邊聚集聚居 所以我們這次跟以往很大的不同 有邀請很多的原住民的藝術家 來參與創作 尤其我們這個大漢溪經由我們水務局的整治 它已經呈現一個非常迷人的休閒觀光的所在 所以我們特別以這個地方為主 來探尋桃園歷史發展的一個源頭 大溪因為伊山放水 可以算是桃園市內非常早期就開始發展的區域 歷史與文化的資源都非常豐富 地景藝術節邀請國內外28位藝術家 以及14組在地社區、學校 創作出30多件漂亮又具特色的藝術作品 藉由藝術品與在地自然人文的參與互動 展現大溪淵遠流長的脈動史 大漢溪在整個流域創下來的大溪的歷史 因為相關地景條件的成熟 譬如說我們有越美濕地 我們有山珠湖 我們有中莊調整池 因為我們根據在地的歷史去創作 譬如中莊調整池 這麼大的一個中莊調整池 我們做了一個大溪的神獸 因為保佑當地的子民 帶來百公百業的興盛 所以那個神獸是非常有特色的 它就在中莊調整池上 我是想說用透過這樣一個地景的放大 讓人們去了解說 其實胡塑兒卵它只不過是來到不對的地方 它在這邊不斷地還原下來 然後也造成所謂的生態的危機浩劫 實際的帶參與的民眾 我們去做友善的胡塑兒的陷阱 然後去了解它的生態是怎樣的狀態 跟它深入了解之後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用友善的方式對待它 其實它是可以跟這樣一個環境 在台灣它是可以跟我們一起共存的 我這個作品有四個看見 它最主要是想要讓大家是透過無感的方式去體會 這個河流的存在 還有這旁邊的一個聚落 所以當我們走到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低頭才可以走進去 會表示我們跟大自然關係 人其實是比較謙卑的態度 我們還有一個感知看見 現在大家都很安靜 我們可以聽到一個溪流的聲音 所以這塊基地可以呈現的是 就是人 人居的環境 像都市或是聚落跟一個河流的一個關係 我希望每一年的地景藝術節 有比較長的籌備期 這個在籌備期間的田調展前的研究 才可以做得更深入 只要它的展前研究能夠更深入的話 它展出的作品跟展出的內容 就能夠跟觀展者有更深度的對話 不只是看藝術 你知道 看地景 但是它還能夠對桃園的歷史人文脈絡 有更深度的了解 這個就是一個吸引力 2022桃園地景藝術節 以文化地景的概念 透過藝術創作梳理 並轉譯城市地區的歷史文化 及地理景觀 挖掘出桃園文化的底蘊與城市價值 我們期待明年再見 透過這一次就讓大家看到 大漢K 老街以外放射出來的真的很有魅力